我们看他场上台吧 给他必须有一定的表现力 现在双方在拼腿 那么第一局在拳法上双方斗智了一把 那么在第二局双方在利用腿法再斗一斗 我们看到孙美强在战术安排上 这是破于无奈 我能顶着打的情况 要通过一种多闪漂亮转向变全 要多变化 因为对方他有力量情况 他要铺上来打 那么在这儿我要多变化 我要通过移动 寻找角度之后 我突然改变我的进攻的路线 我上边全下 包括我的腿法了 对不对 要在这种情况下呢 贾丁也 不是说不能够战胜 贾丁尽管有这个力量 有体重 但是他的移动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孙美强多给他移动 耗跳他的体能 通过我的移动来寻找这个战机 现在孙美强在找机会 这样的进战危险呢 对 现在我们还听到场边王王翔说 要注意就打一次 要讲究实效性 讲究实效性 因为我们知道孙美强的后手 重前是有一定杀伤力 要找机会 这时候平 平的是什么 不光是你的这种技术 在比赛场上还要凭临场的这种经验了 要根据对手的你的身高力量 你的打法特点 我采用我不同的进攻的路线 找实际 我们知道在这个列台上 第一需要勇气 但是更需要你在场上的应变能力 这种应变的能力 需要你不断的多打比赛 一场一场的积累 如果刚才孙美强那个扑上去 后手的重拳能够打上的话 那么结果才会怎样 要等要等 等着机会之后 一定要致命一击 因为在比赛当中 他给你这种机会的时间和空隙太少 一定要抓住 好了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比赛现场 请大家来收看 古林峰走进美国决战拉斯比亚斯 第四季的男子 75公斤级的第三季比赛 穿着白色转裤的是中国勇士孙美强 孙美强 穿着黑色转裤的 就是美国选手贾斯丁 可以穿完第三季比赛 那么通过前两季比赛 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以看出 这场比赛这个贾斯丁 从这个身高力量和打法上 更加的一些强硬和循环 他强硬和循环 因为他超体重 现在这个贾斯丁丁 他的打法就是硬拳硬拳 冲着打 这一种我们说叫推主机式的 或者唐克式的那种打法 双方这种打法有点像 我们说重量级的拳击比赛 我们还听到 黄文祥在告诉孙美超 尽量打进去力 贴进去 我们现在在场边 看得很清楚 对方出队之后 要逼进去打 这个后手的重拳 孙美超 也想通过这种 技术的一种变化 就是直接去打平 我突然变化 我的这种勾拳 是吧 双方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就是平拳 谁也不让谁 这时候我觉得 文祥啊 再变化一下 再变化一下 现在我没看到 贾子定现在体能 也出现一些问题 这时候 对 这个平勾拳 很准 我们看得清楚 是现在怎么讲 体能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了 他拼得太凶 谁都重视这场比赛 第一是在美国拉斯 维加斯世界的 搏击之后进行比赛 这和平常的一场 武林风的比赛 是完全不一样的 性质不一样 比赛时间到了 比赛时间到了 今天可以说 斯文维强是完全的拼了 拼了 拼到最后一刻 杰丁一点数 战胜了 顺眉强